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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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就不是之前我說他做北大的教授 或者文學院長,或者做北大校長 做北大校長已經是後期了 而是他從事教學工作,或者學術研究工作 或者他作辦一些刊物 他的思想,或者他的主唱 你要看哪些部分最重要 最重要的當然是推動新文學運動 或者文學改革運動 或者叫做白話文運動 後來連這個學生愛國運動 就合稱五四運動 但是五四運動的思想基礎是什麼呢? 就一定是文學革命、新文化運動 所以當然胡適 不是唯一一個主張白話文運動的人 但是他是白話文運動 推動白話文運動的主將 是不是? 就是 這個 恩凱剛就認為這個白話文運動 和文學改良 或者文學革命 是現代中國文化發展歷程裡面 一個重要的大事 在他那本書 就是說 中國文化展幕裡面也提到的 就是他認為這個所謂的新文學運動 或者文學改良運動 或者革命都好 當時來說是非常之重要 是吧? 當然到今時今日就不同了 是吧? 今時今日 就是文學已經不是整個社會思想裡面 一個最重要的主流來的 是吧? 但是當年在講那個時代 喂 就是 文學是很重要的 是吧? 就是你看 這個曹碧的典論論文 《文章經國之大業不留之盛事》 文學 就是說 不單只是一種語言的表達工具 它同時是 就是說中國文化裡面 一個重要的制度 是吧? 所以就是 這個重要的制度 甚至乎會決定 在中國歷史上 文學會決定什麼呢? 決定 你可不可以做官 知識分子 是吧? 是不是在社會裡面 會有一個特殊的地位 是吧? 文學家 你真是開玩笑 是吧? 我們現在讀歷史 文起百代之衰 你說古文百大家 蘇式 這個所謂的三蘇 蘇信 蘇式 蘇節 三父子 柳宗元 你一直數下來 喂 那個是 就是在中國歷史上 你說佔據的地位多重要呢? 但是你那時候 會不會有些法學家 這個 有沒有科學家 有沒有這個 音樂家 沒有的 今時今日有明星 有歌星 是不是? 有這個律師 好像那個 講粗口的律師 是不是? 都在這個主流社會裡面 哇 就是很厲害的 叫做 但是當年 文學是很重要的 是不是? 你又算是近代中國也好 你要認識這些知識分子 很多時候 就靠他的文學作品 是不是? 所以那個時候 你做一個文學革命 這個真是 或者新文化運動 這個真是創舉 是不是? 而胡適提倡白話文 是不是? 和有些人 說要保存文言文 是不是? 這種角力 在那個年代 在三十年代的中國 所有有權有勢的人 他都要保存 保存國粹 文言文 不可以讓你的白話文污染 你說話這麼沒有水平 說白話文 是不是? 這麼沒有質素 在那個年代 這個絕對是一個革命 是不是? 這個呢 大家都知道 胡適提倡的這個白話文運動 其實都是中國現代化 運動裡面一個開路先鋒 你讀中學的時候 我不知道有沒有讀 我讀中學的時候 就有讀過 胡適知先生提倡的 所謂白話文運動 提到這個八件事 這八件事是什麼呢? 胡適就說 不以為今日而言文學改良 須從八事入手 八事者何 一若須言之有物 二若不攀訪古人 三若須講求文法 四若不作無病之身淫 五若無去爛吊吐語 六若不用典 七若不講對象 八若不避俗自俗語 這個八事 他的主張就是白話文運動的主張 八件事而已 你做這八件事 那個白話文運動 就是這八件事 但是他提到這個八事的時候 我剛才所讀的那段是用文言文寫的 是不是? 但是用一些很淺白的文言文 不以為 他不會說 我以為 我認為今天 來講 文學改良 就應該從八件事入手 這八件事是什麼呢? 這個是白話文 或者我們現在講廣東話 不以為今天而言文學改良 我以為 我以為 你做這八件事 那就是把文言文變成白話文 那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容易溝通 大家 容易去理解 語言文字 是全程達義的工具 做什麼一定要咬文卓字 引經句點 雖然有很多人現在說 黃毓民厲害 這四字詞 引經句點 包括我那個法庭 說過主控官 你以推論代替觀察 以猜想代替認識 你的證據非常薄弱 就有個大律師說 抄了這兩號出來 他以後我照樣說 哈哈哈哈 這個也是有點文言的 但是很淺白的 所以梁啟超的文體 他就是文白交融 有文言有白話 又有另一種文體 那這個 將來有機會講梁啟超的時候 那我們再講吧 大家可以找一些 梁啟超的《飲冰室》文集 他的文章來看看 他說要改良文學 就是說 我們要推動一個白話文運動 提到這八件事 第一 要言之有物 言之有物 的相反詞就是 無病身有物 說話 即是等於現在的梁振英之流 說一大段話 你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那就是言之無物 無病身有物 我們做節目的人就是 以以而 你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那就是言之無物 所以 第一要言之有物 第二 要不復訪古人 即是 不要學那些古人 不用每次學他 從事這個文學創作的時候 你不必要模仿古人 第三,要講求文法 英文比較講求文法 中文就不太講求文法 它是自然的 第四,不作無病之身淫 然之有物無病之身淫 其實這也是相通的 無去爛調套語,就不要用那些套語 套語的意思是,講來講去都是那些三腹皮 大陸有些套語就是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撥亂反正 這些就是套語,香港也經常有 維護香港繁榮穩定,堅持一國兩制捍衛港人治港 那就是套語 等於民主派的套語更多 爭取2012雙武選 套語,爭調,陳康濫調 第六,不用典,不要用那麼多典故 即是你寫一篇文章一大堆典故 然後又要考據你的典故 又解釋你的典故 那篇文章有什麼好看呢 第七,不講對象 即是不要說對偶 即是要像作對戀一樣寫文章寫到 第八,就是不備逐字逐語 當然粗口不要入文 逐字逐語是可以入文的 譬如有時候寫一篇文章 然後弄兩句廣東話下去 是很有趣的 而且會令到那篇文章更加可讀 這就是所謂文學改良的八件事 在這裡 慢慢來 再接受到一篇文章 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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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大 越來越遠越 越來越好看 越來越來越多